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异夏之真的是你》 第四十五集,今夏有多痛苦,路易就有多痛苦 他怎么样,层服依坐进汽车,路易急忙问道 能怎么样,很伤心呗,层服没看路易通红的眼睛 我走远了,看见他摊坐在地上 哎,为什么不告诉他,告诉他 告诉他,我去击毒 让他怎么办,等我,等多久,等回来的可能只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小盒子 而且,你以为他不会受到牵连,路易顿了一下 现在不比过去 讯息这么发达,一旦有意料之外的漏网之余 他会很危险,他是个女孩,一旦落入那帮人手里,路易摇摇头 不敢想,可是,你,层服自语着 以后,我们都不要联系 包括我爸,这个手机 手机号今天用完,就不用了,我有新的身份 知道这么危险 为什么不带上我,层服有些激动 就去两个 怎么带你,我和阿德比你大,路易透过车窗,看着学校大门的方向 你俩不也就比我大七八个月吗? 层服不服气地说 二鹏在严氏帆那儿 也不好过,咱们四个总得留一个,留一个善后,说什么呢? 层服雷了路易一拳 我爸 今夏,冯云,你都多照顾些,你放心,不过等你们回来 自己照顾,我还想喝你和今夏的喜酒呢 层服拍了一下路易的肩膀 再回来 路易苦笑地摇摇头,如果有那一天 今夏应该也嫁人了,不会那么久 层服肯定地说 借你吉言,但愿,我有这个机会 暮色越来越沉 天色也更暗 杨月拉着今夏出现在学校门口 从路易的角度,正好可以看见的正脸,她的脸上还有泪痕 还在不停地抽气,眼睛红肿着,任由杨月拉着 路易静静地看着,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掉下来 直到他们上了一辆出租车 路易才哑声自语式地说 她,没开我那辆车 哎,层服 跟上他们 其实没等路易说话,层服已经启动了汽车 开了一段路,层服的手机响了 一看号码,居然是惊吓 层服看了一眼路易 路易平静了一下,按下接听键 并打开了免提 层警官,然后是一段沉默 再然后是惊吓 还有些颤抖的声音 路易的车钥匙,家里的钥匙 还有,还有 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明天我给你送去 麻烦你转交给他 路易向层服摇摇头 层服会议 惊吓,路易不在锦衣 我也没法给他 先在你那里放着吧 这,这,先放你那儿 以后他回来要用 我再去你那儿取,可 我开车呢 就这样,先放你那儿 路易按下手机 看看手上的金珠手链 失落地说 他是想将这个也还给我 彻底跟我分 层服于光,看看路易大科的泪又滑下来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出租车停在金珠家的小区门口 层服也在不远处停了下来 金珠杨月一下了车 上官西从一家小店里跑出来 杨月将金珠交给了上官西 又说了一会儿话 才上出租车走了 看着上官西 挽着金珠向小区里面走 路易才稍稍松了口气 杨月办事,让人放心 层服轻声说 你先回去吧 直到看不见金珠的人影 路易下了汽车 我一个人待会儿 我陪你,不用 路易向层服摆摆手 好,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路易转身走进了金珠家的小区 躲在树后 目不转睛地看着金珠的窗子 亮起了灯 一个多小时后又熄了灯 再后来看见金珠的妈妈回来了 不知又过了多久 很多家窗户的灯都熄灭了 路易才向小区大门走去 夜风冷嗖嗖的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 偶尔有出租车停下来 问他去哪 他都默然地摇摇头 他也不知去哪 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 已经到了午夜时分 斜斜的雨似灯光中 变换的油纸伞 如梦幻般出现在路易的脑海中 路易拼命地摇摇头 看见了霓虹闪烁的前尘两个字 他居然走到了这个茶巴 茶巴大门紧闭 已经打烊 他恍惚地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哪些离奇的场景 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古代庄树的金下弹琴 那琴声还在耳边回旋 路哥 路哥 路易睁开眼 剑层服跟他坐在一起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坐在这睡着了 开始我还以为你 就是坐着歇一会儿呢 不是让你回去吗 路易站起身 你那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能放心自己回去吗 陈福答道 再不回去 天都快亮了 走 我送你回去 米 一早还得去机场呢 上官西陪着金下回到家 无论他说什么 金下也不说话 就是不停地流泪 后来可能是哭泪了 也哭乏了 自己睡着了 上官西躺在他身边 心疼地看着金下 还挂着泪的睡颜 不知道明天他醒来 该怎样劝解他